北京城,建于元代,分为爱城七门,内城九门,黄城六门,紫禁城六门,71901年,五门前的广场。这是1901年的德胜门,内九门之一,名字有齐开德胜,太平安定的意思,战争时士兵要从此门进出,德胜门间楼是现在北京十六个城门里,保留下来的二对霸城门之一。 这是1901年的古楼,位于帝安门外,到了晚上八十七时开始敲定根骨,之后十点亥时,十二点紫时,二点丑时,四点银,五点深墨卯出,每次到时要击鼓撞中108次。这是1924年的永定门,外戚门之一,名字有永远安定的意思,永定门是外城最大,最重要的城门,早已拆除。 1901年的中楼,位于帝安门外,和古楼遥乡对应,1901年的天安门,皇城六门之一。 1901年的天安门,当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,自进城无人管理,地上都长满了杂草。 1901年的大清门,位置是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,此门是明清十七国门的象征,平常不开。 照片里可以看到路障,1901年的大清门的进景,那时只有皇帝大婚时,皇后的奉年可以从大清门进。 71901年的西华门,世子进城的西门,建于1420年,当年,八国联军时,慈禧和光绪就是从此门逃出北京的。 7拍于1900年的前门和旺城,是内九门最大一座城门,清朝皇帝去天坛祭天,就要从此门进出。 7这是拍于1937年的前门进景,7拍于1901年的安定门,内九门之一,由家国安定的意思,建国后拆除。 7拍于1901年的朝阳门,内九门之一,1900年八国联军,时朝阳门建楼被日军炮轰塌毁,就是屠左的地方,1915年拆除瓮城吉闸楼,1958年被全部拆除。 7拍于1901年的东直门,内九门之一,古石运砖瓦,木材的车辆多走此门,1915年,拆除瓮城河闸楼,1930年建楼被拆除,1958年拆除建楼城台,1965年,城楼被最后拆除。 7拍于1901年的崇门门,内九门之一,俗称哈德门,是那时进出商人收税的地方,和珅就在这里坐过崇门门睡间,建国后被拆除。 9 4 5 6 7